诶那另外呢 有个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留言 他说他夏天晒得超黑的 一个下午出去逛街 一回来晒到身上 就已经有一件衣服的印子了 那脸上的黑衣斑跟皱纹 也很容易跑出来 他想问一下 有没有防晒的一个秘诀 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我们靠下小天时 今天很赞哦 利用节目最后剩下三分钟 请一个美容达人Melody 来做一下解答 欢迎我们的Melody 哈喽你好美容达人 大家好 诶防晒怎么办啊Melody 诶其实防晒的角色其实有很多 那我今天就很简单 跟大家讲的三个方面一下 一个就是预防晒商 然后一个是呢 抗氧化这个防护 然后再来就是活力换复 所以是说呢 其实我们就很想了解说 其实防晒呢 其实是不是这个SPF呢 都只是越高越好 那我们经常看到的 有30 50跟100 都会很心动 真的有用吗 其实我觉得 大家都会想知道 那对于这个 这个什么是叫 为什么是有30 50 100呢 其实呢 30呢就是其实呢 就是可以抗大概 97%的这个UVD 那50呢 是可以98 那其实呢 100呢 其实才差1% 所以说呢 其实呢 这个SPF呢 30到50的这个防晒产品 已经足够保养了 那再加上就是说 我觉得再跟大家科普一下 防晒的系数呢 并不是就是说 怎么 要为什么说 它是30 50 100 它其实是说你的皮肤呢 在不差防晒亚务之下呢 会明显的这个晒伤晒红啊 那所以说如果说你的SPF呢 有30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保障你有20倍的时间 所以就是450分钟的时间 不会晒伤跟晒红啊 那所以说其实呢 普遍来讲 SPF的这个30到50 这个防晒这个产品 已经够用了 够用了 反而倒是说 你有到100以上的话 那个防晒的系数越高呢 其实它的这个防晒剂越高 那就会普遍的更感觉到油腻 那反而让皮肤不能这个透气 而会起这个疹子 自得起法 好 这是第一种方法嘛 那第二种呢 第二种就是那个抗氧化的这个防护 那怎么样在抗氧化 这个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比如你把这个苹果呢 放在这个太阳底下 会干嘛 变黑是吧 对对对对 那其实我们脸的皮肤一样 是一定要抗氧化的这个防护 因为这个太阳这个 一上一晒的话呢 就会产生很大的这个氧化护 跟自由基 那这些氧化护呢 就会不稳定嘛 那就会伤害到皮肤 破坏到皮肤的胶原蛋白 而产生这个黑生素的这个形成 那加速这个老化 然后形成皱纹 所以说呢 其实呢 市面上这个防晒这个啊 这抗氧化物的这些产品啊 其实也蛮多的 它有维他命C啊 维他命E啊 绿茶多分啊 或是这个松树皮筋 这个都是可以让你来这个抗氧化物的东西的 找保养品 要找这种成分的 好 这是第二种嘛 对不对 就是买保养品的时候加这种成分 那第三种呢 第三种 那第三种的话 就是这个活换换肤啦 那就是说哎 能办法 那我的皮肤这个已经有黑斑了 那怎么办呢 那也可以啦 其实你也可以有很多方式啦 其实有这样 罗夫雷射啊 那它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保养性的这个 可以警示你的这个皮肤 然后改善这个蛋斑呢 然后它可以就是除掉 因为它的热能比较小 至于说它可以就是不刺激发炎下呢 它把你蒸层皮的这个 蒸层皮层中的这个黑森素 快速的打散 然后吸收的 以打造这个黑斑的改善 它同时呢 促进这个胶原蛋白 那可是呢 有些人它是这种 有那种黄鹤斑的 那其实它这种是一个荷尔蒙斑 那荷尔蒙斑呢 其实我个人都是不太不建议说 打这种雷射比较热人的 因为其实呢 越打越黑 就很多人他讲说 哎奇怪 我打了这个雷射 怎么越打越黑 那所以说 其实你要看一下 你自己本身的皮肤的状况 如果晒斑的话呢 其实是用雷射比较好打掉的 那如果说是那种黄鹤斑 那种身体荷蒙的话 其实真的就不建议用雷射 那有用另外的方法 就是那种活力化肤的 那其实它这种 这种活力化肤的系列 基本上适合任何的皮肤 无痛 然后而且有效 太好了 其实这个防晒方法非常多 我们时间真的不够了 希望下次呢 有关于这个变漂亮 或者是皮肤的问题 我们再来跟我们的这个美容达人 我们的melody 来请教哦 谢谢光临我们三宝店 明天空中再会 拜拜 拜拜